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他的下乡证件发表说明会来到了寿风乡 他表示寿风乡拥有全国首创的有机研究中心 在六大证件当中也包含农产品的保鲜保存提高冷裂期限 农产品可以销售到国际 并且要以科技导入农业与运用来降低农民靠天吃饭的压力 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 花莲县立委参选人张美慧 14号在寿风乡丰山村活动中心举办证件发表会 东福中心副职营长郭英毅 以及前议员吴胜傅也都到场助讲 我们现在受据友人 我们的张员会张员以晚运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把贵头我们继续天使堂 这一份心我们来继续我们的张员 那我们受据57.9年 我以这个受据跟我们大家的同庆来分享 来分享来分享 那宏山宏丁我像议表我们预算的成绩都不差了 这个有大家各位前卫的努力来 大家分享 因为每位一个人 他在那边走啊 那花莲县占了全台湾能面积的8分之一 我们看事我们台湾有疫苗我们感到很丰厌 我们用潜艇感到很丰厌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在想 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这定位的选举成统 美会这些努力都算 我们的潜艇就一双变八双了 中国也不敢打理了 我们台湾就安全了 对吧 所以大家共同的发展来把美会支持好 张美会表示未来在进入国会将推动 在农业政策中的推动 由于花莲是农业县 在农产的技术提升 以及田间管理科技运用 中央资源的挹注 这些都是未来他在进入国会时 将积极争取的农业政策 像花莲的寿命 我们有全国首创 农机农业的永久中心也即将要开幕 那这个能够结合美会所提出的农业政策 包含希望能够延长我们的农产的保存保鲜的期限 能够延长销售期 而且能够换销 以最近的日本的十人岛跟冲绳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设定 那还有在农业的科技的导入 以应用让农民靠天吃饭 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的程度可以有所下降 那同时在冷电的这个运输 冷电的这个应用 可以能够让农产的这个销售 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 在农业工作的推展上 也是美会要参选非法委员 要争取乡亲知识很重要的证件 我们花莲市农业县 在农产的这个技术的提高 农产的田间管理的提升 那技术科技的应用 以及中央政府资源的挹注 这些都是美会进入到国会 之后会努力的为乡亲来争取 来建设很重要的项目 六大政见中交通观光 张美会再次的强调 争取新建苏花快速道路 分段的实施提升交通路往 一旦进入国会 也将会积极争取 那苏花安预计要在民国115年 现在112年大概3年后 现在还在做规划 大概3年后要开始动工 那工期的6年大概要盖到121年 苏花安的行为苏花安 还有三个平均路段都没有改好 没有弄好 那这个都是萧美群 其实它在交通委员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那花东快跟苏花安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美会建议就是 征选在花东快速 我们可以从崇德 从秀林都可以来 新建花东快的延伸 就是针对苏花安完成之后 我们从崇德开始衔接 然后一路要接到台东 可以先分段来实施 记得淋结收锋箱采访不到